大家好 这里是火星的花园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欧洲木锈球花开拜之后 要怎样去修剪以及后期的养护 还有就是它的叶柄上有一个一个的小凸起都是什么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欧洲木锈球叶柄上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凸起 它其实是欧洲木锈球的线体 像樱花一类的这些树上面它也会长 它们呢 长这个线体的作用就是分泌一些蜜露 吸引一些小昆虫过来给它进行授粉 欧洲木锈球的这个线体呢 头上湿度大的时候吐水或者就是它会分泌一些体外激素 然后它有可能也会分泌一些蜜露 像早春的时候牙虫就特别多 可能也会吸引一些牙虫过来 欧洲木锈球呢 现在基本上花期已经过了 要开拜了 我们修剪的时候就只用把它的这样子的残花修剪掉就好了 像这一颗呢 它从底部冒出来了几根比较粗壮一点的笋 还有这根 然后那么像这一根枝干上面这一个非常细非常弱的这个芽点 我们就可以把它抹掉 对于这一颗来说它相对太细弱了 我们就把它抹掉就行 不然的话这中间不通风 再加上旁边又有几比较粗壮一点的枝条 挡着这两根小的枝条它也长不好 所以就可以把它修剪掉 还有一个呢就是修剪枯枝 像这一根枝条前面呢就是一段枯枝 它就一直没有发芽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给修剪掉 修剪完了之后呢 在接下来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高氮的肥料 然后和氮磷甲平衡的肥料去交替着使用 然后呢一方面是让它这些新长出来的枝条 再向上长一长 因为它越向上长枝条越长 它叶片里面的芽点越多 到明年它开花的芽点就会越多 等到了七月份八月份 它开始进行花芽分化的时候 我们就用高氮磷甲的肥料去给它施肥 因为它花芽分化是在夏天 再加上夏天呢温度高 我们可以去用氮磷甲肥 让它的抗热性抗晒性提高一些 欧洲木锈球呢 它其实是不怕热不怕晒的 但是在七八月份 它进行花芽分化的阶段 如果我们是直接把它盆栽丢到外面了 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去给它的盆子做一下 就是防晒 不要让它把这个盆土晒得太热了 这样不利于它根系的一个生长 可以给盆土稍微做一个防晒 这样子呢也能够更有利于它的一个生长 当然夏天特别热特别晒的时候 它的叶片会被晒红 然后可能会被晒的卷起来 这种情况都是没关系的 因为夏天更充足的一些光照 更有利于它进行花芽分化 形成更多的花芽 就不影响它生长 大家就不用遮阴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做这期视频有用 做点的关注转发吧 拜拜